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112集 我们穿过隆堂长城的老街 拐了几道弯就进了赵家老宅 一进门迎面就看到赵司令站在黄草丛中 赵一平和那十几个小混混堵住门口不让我出去 赵司令一见我呀就乐呵呵的 小兄弟啊好久不见了 我环顾四周没见到赵廷如 总算松了一半的气 不过赵司令也是个非常棘手的人物 别看这死老头子头发雪白 一副先锋倒鼓的样子 其实啊 心狠手辣 我在明飞古墓里见过他的身手 以我的能力啊 几十个都不是他对手 更别说这些小混混 我想啊 这次算灾了 不知道这帮混蛋会怎么折磨我 我向赵司令尴尬的点了点头 赵司令开门见山的说 小兄弟啊 这回我来找你可不会为难你 你放心就是了 我找你来是为了跟你合作 一起去办一件大事 不知道小兄弟有没有兴趣 肯不肯伤我赵老头子这个脸呢 赵司令的话 让我有些费解 我跟赵家道不同 不相为谋 再说我们两家本来就是世仇 还谈什么合作 也不知道这老狐狸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赵司令说 小兄弟是风水江湖上年轻一辈的厚金 才华横溢 悟性过人 我还是非常钦佩的 老头子 虽说跟你有些过节 不过那都是误会 我这一把年纪 也不会跟你这种小孩子计较 所以我们以前的事 就过去了 从现在起 咱们就是朋友 赵司令口若悬河的 说了许多客气话 我越听越糊涂 这老头子到底想利用我做什么 怎么一下子态度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赵司令朝赵一平招了招手 让他过来 说道 一平啊 听说你以前很多地方得罪了小天 赶紧过来给他道歉 你俩是同学 年纪又差不多 应该好好相处 不要动不动伤了和气 赵一平不情不愿地走过来 朝我伸出手 我站在那儿啊 没有回应赵一平的嗜好 赵司令这种幼稚的举动 不过是骗小孩的把戏 虽说我还没满十八岁 这段时间的经历啊 早就让我心智无比成熟了 赵一平见我这么不给面子 脸色一变 撩起袖子就要过来收拾我 被赵司令当场阁止住了 我问他 你 你想跟我怎么合作 赵司令将我直接切入正题 就将我拉到一边 说呀 在省城临江的地方 有个非常古老的寺庙 叫做韩丰古寺 那座韩丰古寺的地下 有座庞大的地宫 地宫是巧夺天宫 它结构之复杂 就算最好的作家 都难以描写出来 韩丰寺地宫里啊 藏着一件所有风水大师 都渴望得到的归宝 据说得到宝物之人 便能贯通阴阳 能布下神鬼莫测之举 到时候别说恶鬼阴差了 就算是十大阴率见了 都要绕道规避 实在是风水师 梦寐以求的不是起宝 韩丰古寺对我来说 已经是太熟悉不过了 二十多年前发生在 韩丰寺地宫中的怪事 现在还在困扰着我 赵司令这老头 竟然还拿地宫来说事 难道他想让我下地宫 为他找宝贝不成 赵婷如我爸和木子 这样的高手 组合到一起 都难拿到起宝 死的死伤的伤 我一个风水叔叔 才入门的小子下了地宫 哪里还有活路 我想想就有气 八十多年前 我们杨家为了你们赵家 付出那么多 你不知恩图报 还处处为难我们杨家人 现在又想蛊惑我去做炮灰 我他妈傻子才替你做这事 赵司令说 小兄弟啊 你风水叔精妙无比 老头子我呢 伸手又好 咱俩结伴下地宫 到了那地宫起跑 这据说呀 地宫真品无数 当年是一代风水大师 设下的埋谷之地 咱们只要破了地宫 这地宫内的真品 就对半均分 老头子我以人格担保 绝对做到公平 另外呀 办事之前 我再给你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这笔钱呢 就当我老头子一点小小的心意 我知道你家里条件一般 拿这些钱去改善改善生活 也不是一件好事吗 啊 说着 赵司令就从怀里 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给我 说卡里有现金十五万 密码是六个六 我可以修改银行卡密码 赵司令塞卡给我 我哆嗦着不敢去接 说实话呀 我家条件的确很一般 我们一家的花销就指望我爸妈的工资 俩人工资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块钱 还要扣除房贷 日常生活开销 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钱 能自由支配的钱呢 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家日子过的 虽然不紧张 却也不宽裕 很多名牌衣服 好玩的东西 我都没钱去买 所以赵司令突然给我这么多钱 还是把我吓得了 我这辈子最多的零花钱 也就是过年拿的亲戚朋友的压岁钱 最多五百块 说实话 这么多钱的确非常诱人 可是一想我拿了他的卡 就得答应去做赵司令的炮灰了 被这种人利用 是一件非常恶心的事 赵一平见了我就更加嚣张跋扈了 这十五万块钱不是什么礼物 而是我的卖身器 想到这里 我就坚定了信念 一定不能拿赵司令的钱 赵司令塞给我几次 都被我打回去了 为了不得罪他 我借口说呀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要好好复习功课 考上大学 否则我爸妈一定会很伤心的 赵一平远远的听见了冲我骂他 你他妈放屁 就你那烂成绩 还想考大学 业绩大学都考不上 你这人念书就是凑人数的 何必为难学校老师呢 还在为我们学校升学率拖后腿 我要是你 找他们去工程打工去了 浪费资源 赵司令一声吼住了赵一平 赵一平这才停止对我的侮辱 我把银行卡塞还给赵司令 就急急忙忙的往老宅外走 走到大门口 赵一平咳嗽两声 那帮小混混 立刻围上来拦住了我 赵一平脚狭的笑道 还真把自己当人看 你这废物 给你连你不要连 小晃晃里不知道谁推了我一把 又有人一脚踹过来 我一个酿枪跌倒在地上 人还没爬起来 就有人飞过来踹了我两脚 我挣扎着站起身来 刚才这一跤啊摔了鼻子 鼻血流了夜脸 我拿手指堵都堵不住啊 赵一平走了过来 摸着我的头 说道 哼 废物就他妈是废物 别以为学了点风水术 就真当自己能上天了 我家老太爷找你合作 是给你天大的面子 你杨家祖上都得烧高香 给一脸不要脸的东西 老子今天就让你成成厉害 说着 赵一平一挥手 那十几个小混混就走上前来 有个长相十分猥琐的瘦子 突然脚一伸勾住了我的腿 又一拉 我重心不稳 当下便跌倒在地上 摔了个狗吃屎 一帮小混混笑得十分夸张 兽猴子一样的小混混 指着我的鼻子骂他 傻逼 叫你他妈还装呢 老子弄死你 说着 兽猴子便冲了上来 一把将我拽下来 给了我俩耳光 打得我脑子是直冒金星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我心里无比屈弱 真恨不能手上有把刀 能将这群欺负我的王八蛋 砍个精光 可惜 我现在唯一能拿出来的武器 只有祖传的风水罗盘 这东西对阴邪之物非常在行 可要说拿了打架 那就是一坨飞铁了 赵一平从赵司令手上 拿过那张银行卡 蹲在我面前 先是拿卡片抽我的左脸 跟着又拿卡片抽我右脸 这样反复的抽来抽去 嘴里还念叨着 你他妈就是个傻逼 有钱不要 活造这份罪 谁都帮不了你 老子今天 替钱出气 我他妈要打到你 答应为止 在卡片一左一右的抽动中 我的脸变得火辣辣的 泪水也跟着流了出来 那帮小混混 发现新大陆似的尖叫起来 哎呦 哭了 这小子真哭了 娘们 卧槽 我已经记不清 赵一平抽了我多少下 我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 刀割的一样疼 脑子也胀得出气 可恨呢 我空有一身风水奇术 面对这帮王八蛋的时候 也使不出来任何作用 想到风水术 我脑子里突然一闪 就出现青乌奇緒 夏卷中一种奇特的局 这一般来说的 风水局分阴阳宅风水局 不过青乌奇緒里提到一种人的局 说人也可以作为特定的物体来设局 并且利用这种局还能支配人 使之为我所空 我默念书中的口诀 先许掌中排九宫 纵横十五突几中 四将八卦分八截 一气统三为正宗 阴阳二顿分顺逆 一气三元人莫测 我在掌心偷偷画出了九宫的方位 趁赵一平猝不及防之际 一把推开他 跟着一个鲤鱼搭挺坐起来 刚好坐在七药香蕉的位置 兽猴子大喊一声 卧槽 你他妈不想活了 赶到我们赵公子 他一个剑步冲过来 当兄就想给我一脚 我瞧准时机 双手抓住他的脚 用力一推 兽猴子便跌倒在地 刚好摔在中宫位置上 赵一平摔倒的位置 是更宫 这种风水局非常奇特 只要心中默念口诀 不出九宫的两个位置 自己主阵 岂要任何一位 便可发动阵法 余下的人将我 一下子撞翻了两个人 都气势汹汹的围过来 对我拳脚相加 这时候 我平心尽弃 心中默念口诀 就在一个大胖子 一个大嘴巴子 要抽到我脸上的时候 我突然大喝一声 气意 就看到赵一平和兽子 同时围着一群人 奔跑了起来 与此同时 我的位置也发生改变 胖子的嘴巴子 打了个空 赵一平和胖子 跑得越来越快 有人惊呼道 你俩干嘛呢 他妈疯了不是 一起揍这小子 跑啥跑呢 这人一句话没说完 也莫名其妙的 跟着跑了起来 一群十来个人 就前后相接的 以我为中心 疯狂奔跑起来 在跑的过程中 他们依次找到自己的位置 前宫 砍宫 更宫 正宫 中宫 迅宫 离宫 空宫 对宫 各占一人 无论 无论怎么奔跑 他们的相对位置 仍然是这种关系 其他多余的人 便在附属位上 我默念口诀 督促他们 越跑越快 几乎是马不停蹄的 一路狂奔 就这样 一直跑了十多分钟 进了老宅里面的赵司令 突然跑了出来 看到这种可怕局面 顿觉不好 想去拉他孙子 就被我操控赵一平 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 这一记耳光 在赵一平疯狂奔跑的时候 打出来的 惯性特别强 这一巴掌 竟把赵司令的脸 打出血了 想起赵司令一贯猖獗 今天呢 受了他孙子的耳光 脸可丢大发 我心里无比的高兴 赵司令一身的本事 肯定不会受这种气 盛怒之下 他跳进人群里 想拆开众人 我暗中使力 这十几个小混混 拳脚相加 对着赵司令 来了一通胖揍 要说赵司令这老头啊 也真厉害 这么多人揍他 他硬是挺了十分钟才倒下 接着 我又控制十几个小混混 边跑边呼呕 一个个把对方打得满脸是血 鼻青脸肿 连门牙都打出来了 我看着可乐坏了 这帮人里面 就属那个少猴最讨厌 我特令两个大胖子殴打他 打得他是哭爹喊娘 却就是没办法 挣脱两人的追打 一会儿功夫 十几个嚣张跋扈的小混混 全部躺在地上 昏死过去七八个 这没昏过去的呀 也只有出气少 进气多了 我这才大摇大摆的走出赵家老宅 出了朱七大门 我回头望了一眼中人 看着他们的惨状 心里无比高兴 我想 这整本的清乌七书 果然是本七书 想不到竟然可以利用它来保护自己 还把这帮人修理的这么惨 我一路飞快的跑出老路 又打了辆出租车 直奔老曾家 下车给司机付钱的时候 我意外的发现 赵司令给我的银行卡 竟然落到我口袋里 我记得当时明明在赵一平手 怎么就落在我身上呢 看到这张巨额卡片 我又惆怅起来 刚才报仇的快感 顿时烟消云散 各位听友 风水鬼诗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